今天這堂課的練習就是在於畫圈 盡量畫出一個速度均等 聲音聽起來不會忽快忽慢的圈 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橫向移動跟直向移動的時候 鼓刷所發出來的聲音不太一樣 所以在轉圈的時候 有的時候鼓刷是以橫向移動 有的時候會慢慢的轉成直向移動 例如我現在畫一個半圓 會從一開始的橫向移動轉成直向 所以在這一段的音量是比較大聲 在這一段的音量又變得比較柔順 至於你要往比較聲音平均的方向去做練習的話 你可以去試著調整你的力道 以及轉動鼓刷的角度 例如我習慣從這個位置開始刷 然後以順時針的方向 我的訣竅是 鼓刷放在鼓鼻上面的力道是非常輕而且平均的 盡量不要讓它的力量忽大忽小 你的手腕動作盡量的軟和柔順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不需要刻意的要求 這個整個圈在轉圈的時候聲音都非常的均勻一致 雖然這也是一個可以練習的目標 但是我反而建議利用這種音色的差異 去應用在一個小節裡面各個不同的時間點 第二件事情就是 當我刷到這個位置 大約是7點鐘方向或8點鐘方向吧 大約在這邊 我可能會調整我的鼓刷角度 讓它變得比較直 增加摩擦的聲音 或者是 我會稍微的 把鼓刷向下壓 增加鼓刷的摩擦面積 聲音聽起來會是這樣 有的鼓手會選用跟我不一樣的時間點 在不一樣的位置去壓鼓刷 例如這樣子 這些方式都是對的 選一個你覺得順手的方式去練就可以了 我要講一個跟壓鼓刷有關的施力方法 當我用傳統式握法 在施力的時候 我要壓鼓刷有的時候 會用食指去壓 有的時候是用拇指去壓 這兩種方式都可以用 例如這樣子 我用拇指 例如我用拇指 接下來一系列的節奏 都會以這個左手轉圈的動作為基礎 請務必把這個動作練好 我們才有辦法靠這個基礎去發展成其他的節奏 我用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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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拇指